還有不得解84項所謂的範圍 年紀大概是6.5公頃 那本案的計劃緣起呢 其實這個案子在95年間 已經辦理過一次都市計劃的變更 當初是將機關用地變更成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商業區還有工業區 公園用地還有道路用地的部分 那當時因為有考量到周邊的住宅 第三種住宅區很密集 然後它的公共設施服務水準是相對不佳 所以有進行一個容積降低 開發整個強度的一個總量管制 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那後續是整個基地的開發 是採取BOT的方式來委外開發 那但是因為後來這個開發案 其實進行的並不順利 所以市府又重新取為土地 然後來重新檢討這個 後續發展利用的事宜 那在考慮當地的一個人口結構 還有需求以及依據民眾的意見 來調整社服用地的一個需求之外呢 再配合政府現在推動的這個供應出租住宅政策 所以來重新進行綜合規劃的利用 那經過評估周邊的大陸服務水準停車需求 都還在可以鋪合的前提下呢 才擬參佐這個原機關用地的容積率 百分之四百的這樣的一個開發強度 來進行整體規劃 那再來看到遠都市計畫 跟基地使用的一個現況 那遠都市計畫 其實計畫區裡面有一條11米的計畫道路 去做一個南北的區隔 那北側主要是社會福利設置用地 南側是公園用地跟商業區的部分 那現況呢 主要就是六棟福德平宅 那還有已經拆除的廣時博愛院 目前是用圍離區隔 還有公園用地 有部分是開放公民眾來做使用 那修訂計畫內容的部分共分為四項 那首先 首先看到 就是將公園出租住宅呢 納入這個政策 納入計畫的目標 主要計畫跟西部計畫的目標跟構想 那當初就是因為考慮到 公有土地的一個這個律用效率 跟配合公園出租住宅的 這樣的一個推動的計畫 所以把整個構想 公園出租住宅的這個構想 納入主要計畫跟西部計畫的計畫目標 跟規劃構想裡頭 那這當然 其中其實是有經過一些分析的 那可以看到說 因為內政部其實在100年的時候 他就有一個調查報告顯示說 台北市還需要大概3萬戶的 社會住宅的這樣的一個戶數 那可是本市目前有的 這個出租住宅的存量 其實是不足的 所以為了要充實這個存量 然後照顧青年的一個 這個租屋居住的一個需求 所以把這個供應出租住宅納入社會福利 設施用地來並同開發 而且呢其實現在的供應出租住宅它在入住的對象跟租金租起經營管理的方式呢 其實都有別以往的評價住宅 所以在對於說整個居住品質的一個管理 還有周遭環境的管理都是比較容易的 那我們可以來參考這個大龍洞供應出租住宅的部分 那首先可以看到其實它的去在不論是在區位還是整體的建築 跟以及外部的一個環境 還有內部的一個規劃設計配置 都是有別於以往的這個國宅 那所以呢為了配合這個將社會福利設施 然後呢個人出租住宅來納入社會福利設施 所以我們去回復社會福利設施用地的它的容積率 那所以主要就是在主要計劃跟西部計劃裡面去加強說是在不影響 周邊交通服務水準跟原機關用地容積率400的這個上限下呢 去進行整體的這個規劃 所以在西部計劃的部分呢 社會福利設施用地的原來容積率是210 那我們去調整回復到400的部分 那回復容積率到400呢 其實因為為什麼說回復呢 因為其實這整塊基地它本來就是機關用地 那它的容積率機關用地容積率也是400 所以我們會說是回復的這樣的一個敘述 那再來就是說回復後的全區的總容積平均呢 是大概322% 其實還是低於機關用地的400% 那而且呢本府為了強化共有土地的一個使用呢 在以提高容積率來興建供應出入住宅的案例其實是有利可循的 像安康平均跟台北出入國宅 他們遊覽容積率都是225提高到450% 那道路服務水準的部分呢 其實在容積率回復之後呢 大道路跟福德街的道路服務水準它會降低到F級跟E級 但是如果取消這兩個路段的路邊停車格的話呢 它的服務水準可以回復到C級 那另外就是停車位供需的問題 因為供應出入住宅住戶的小汽車持有率是偏低的 那大概只佔法定停車位的6成左右 然後再去加計預估地區周邊的一個公共停車需求 所以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它的法定停車位呢 大概還有汽車是178位 然後汽車是339位這樣子的餘額 可以供周邊的居民加入來使用 那另外大眾運輸系統 隨著捷運信義線的通車 還有未來東延段的一個通車 都渴望降低這個私人運據的使用 那另外公共設施服務水準的部分呢 可以先看到公園用地 那除了我們原先就規劃1.6公頃的公園用地之外呢 其實也有在基地以都市設計的手法 要求留設大眾市開放空間跟廣場市開放空間 那後續在社會福利設施的那個實際規劃的時候呢 會再將額外提供公共開放空間 然後給周邊的居民一起共同使用 那學校用地部分呢 因為公園出自住宅會引進一些學齡人口 大概預估是200多位 那他都可以到鄰近學區的福德國小跟柳公國中來就學 那當然這個計畫範圍裡面其實是有受保護樹木14株 跟非受保護樹木655株的部分 那後續再將依數保相關的規定辦理 然後納入建築規劃設計配置來降低對樹木生長的這樣一個影響 那因為剛才已經知道說就是停車位的部分在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它就可以滿足周邊的一個需求 所以把都市計畫原先有指定說要在公園用地下面做多目標使用做停車場 然後提供500個小汽車還有500個機車 為周邊居民使用這個部分調整成說就是可以 是周邊的一個停車工區的需求 然後那到商業區社會福利設施裡面去檢討 那有關實施進度跟經費還有事業及財務計畫的部分 其實95年元計畫的時候呢 規定是應該要整體開發 但是他還是有淡書說 人的是實際計畫推動的實際需求需要來做一個調整 那因為當現在的開發方式跟遺忘也不一樣 時程也不同了 所以在事業及財務計畫這個部分就配合修訂相關文字 那還有另外就是在事業及財務計畫這邊呢 配合實際規劃修正計畫的一個年期 那公展之後呢 本府有一個建議修正的一個內容 就是在原計畫的這個都市設計管制要點裡面呢 有規定在福德街商業區這邊設一個 跨10公尺高5公尺的通道 公共通通行 那因為考量說後續大概在這個位置呢 會有捷運R03的車站出入口 那希望這個車站出入口的這個人潮呢 可以直接通往社會不利設施的北側的這個部分來直接很快的可以使用利用到這部分的設施 所以 所以把這個計畫的內容呢 調整成說在鄰住的商業區的部分 那有關都委會的幕僚意見呢 首先是有關容積率調整到400的部分呢 請本府就這個公共設施及環境容受力提出評估 那剛才在分析的內容裡面已經就這個容積率提高 我們要回覆跟這個公共設施還有道路服務水準 還有 道路服務水準還有停車會公區公園用地 學道用地已經做過檢討了 那請委員參考書面資料 那另外就是呢 在社會福利設施用地 化設跟公營出租住宅的這個適宜性 還有會不會去排擠到原有社會福利設施這個部分呢 那因為其實在原廣辭的這個案子裡面 它的規劃內容就已經包含了 大概有200戶的這個住宅 去供中低收入戶來居住 那另外就是考量到說 因為本市的公營出租住宅的存量是不足的 那為了照顧青年的需求 所以才把這個政策納入這個基地裡面 去並同開發 那因為本案都是先將優先滿足社會福利設施 及相關公共設施的需求前提下 剩下的容積呢 在工作公營住宅來使用 所以是不會影響到社會福利設施的一個需求跟設置 那另外就是本案到底是以整體開發或分區開發來進行 那基本上原計畫在95年的時候 是規定要整體開發 可是可以是實際情況來進行調整 來保持計畫的彈性 那加上後續的委託 其實BOT其實不順利 然後其實現在看來各區的使用功能也不同 所以相關的開發時程跟開發方式都不同 那本案呢 現在這個時間點雖然是採分區開發 但是還是有本府持續召開這個跨局處的協調會議來 就開發進度還有開放空間停車等建築配置進行整體的規劃跟協調 那另外就是有關涉及財務計畫經費加總有務 那我們這邊就是配合修正 那有關人民陳情意見的部分呢 首先是主要是建議調整分區重新規劃 那但是因為這個分區的規劃呢 其實在95年的主要計畫的時候已經確定了 而且本次的計畫內容也沒有涉及土地使用分區的調整 在這邊說明 然後就是另外反對供應出租住宅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因為本市的供應出租住宅的存量不足 然後要照顧青年的這樣弱勢的一個需求 所以才把它納到這個基地內去開發 那剛才也說明過了 就是出租住宅它的對象跟經理管理方式 其實都有別於一般的平價住宅或是國宅 所以在管理上是比較便利的 第三個部分呢 是建議維持福利設施用地的容積率為210 這個部分 那因為經過剛才一連串的評估 認為說回復容積率到400呢 上屬可行 那另外就是本案有這個基地內有老數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以後未來是會循數保的相關規定去辦理 然後納入建築規劃設計配置 來降低這個影響 還有本地區有斷層這個部分呢 其實這個基地內呢 它是有一個台北斷層 但是因中央地調所的資料顯示 它是不具活動性的非屬活動斷層 那再事後續需要將以開發建築技術的方式來補強 那另外林口街80巷的這邊的住戶呢 認為這個是造成有受損的這樣的一個情形 那後續呢主要就是透過社會福利設施用地規劃的時候 盡量去退縮一個還有留社開放空間 然後來降低對日照權的這個影響 然後還有是有民眾提到說反對拆除這個福德派出所 那其實派出所它也沒有到使用年限 所以目前是暫時不會裁阻將由警察決定外辦理補強事宜 那還有就是對於社會福利設施用地這個經費增加的部分呢 其實主要是它主要是因為提高回復容積率來作為供應出住宅 所以衍生的一個相關費用 那另外就是有關規篇環體的部分 其實本案它在之前委外開發的時候呢 因為當初社會福利設施用地商業區 還有公園用地它都是視為一個開發案 所以它的還有它的開發的內容主要是有一些療養設施 然後因為這樣的一個像內容 然後它的基地整體面積較起來大5公頃 所以要辦理環境影響評估 但是因為剛才有提到說這個委辦案其實並不順利 那現在看來各區的使用功能也不同了 個別開發其實是 由市府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來個別開發 反而是有助於這個工程的進行 更進 提高這個進度 所以呢 才會有這樣子的一個新的開發方式 而不是為了要規避環境影響評估